修改活动,颜色跟删除 那这个,刚刚我们这个地方是做练习,对不对?我把点这个travel,改这里,点这里哦 垃圾桶就是做删除 那日本这边我想换颜色,点这里一样,修改都是点哪一个 删除是这个,修改就是这支笔 点这支笔进来以后呢,就进到这里面来 比如说颜色改一下,改完这个 点确定就可以加进来 那顺便再提醒一下,我去日本有些事情要特别注意,要联络什么呢? 譬如说旅行社那些人,我可能会把它写在这里哦,点起来 点起来,这边可以加一些说明,譬如说我这边什么 熊师旅游 的人是谁?林先生 他的电话多少 你可以把它在这里,备注的地方你想打什么就打什么 所以你可以把那个要联络谁啦 出一点点啊,其他这些我觉得不太重要 这不太重要,这边可以做连结,你可以把事情打在这里,我们再点存档 所以下次你点这里进来的时候呢,哦,打完不是只有打事情 修改的时候是点笔,对不对 这里可以变成是,你可以把,你想要加进来,这边可以打 所有的详细资料 那这边打完呢,储存完,我们再提醒大家 我的手机现在已经变这个了,在我的手机怎么办呢? 在手机的地方要点 右上角的三个点点,这边要做什么 重新整理,他会给你最新的画面 我们18号有去这个,来 回到,回到,在这边可以切成 时间表 这手机的 看哦,这是我刚在电脑打 我点这进去看哦 6月18号进去 熊市旅游的林先生,电话在这里 这些都是在 电脑做,可是手机就同步 在手机同步在提醒你,来点XX 在手机地方点XX,在这地方 如果你在电脑做 他上传到云端,需要一点点时间 请他赶快给我,我就点右上角三个点点,再提醒你,叫 重新整理,就是供Google要 最新的资料 所以这边编辑很方便啊 非常方便